跟徐一扬也是天天上热搜 我不公开 这是一种错吗 谁定义的你谈恋爱 你作为艺人 你就必须要公之于众 我都已经31岁了 你觉得我还会去被别人定义吗 就他们算个屁 你要去这么想 就你陪着我 我陪着你真的爱着 像牛皮刀一样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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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又天天上热搜 跟徐一扬也是天天上热搜 你让我能说什么呢 我录综艺所有的路透 天天做热搜 又不是我要做的 我觉得你们比谁都了解我的性格 到底是什么样的 谈恋爱这个东西 公开与不公开 是谁定义的你告诉我 我不公开 这是一种错吗 谁定义的你谈恋爱 你作为艺人 你就必须要公之于众 谁定义的你告诉我 你怎么可以 可能去定义别人的人生 去怎么生活 怎么去过呢 永远不要被别人定义 这样的标签 外面的所有的声音 对于我来说 我经历的太多了 我从回国到现在 我经历了多少被骂 我被骂的最惨的那个时候 那什么声音没有听到 我如果天天去听着 看着别人对我的那种摧残 那种谩嘛 然后我去在意 我去被别人定义的 他诉说的那个样子 我变得痛苦了 那他们就成功了呀 我都已经31岁了 你觉得我还会去 被别人定义吗 就他们算了屁 你要去这么想 任何想要去定义你 告诉你应该怎么样 做是对的 那些都不对 你就算一人谈恋爱 我公不公开 别人公不公开 是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私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每个人想要的生活方式 是不一样的 如果真的在意的话 那还怎么生活呢 每个人都得累死了这个屁的 每天看评论那么多的评论 怎么生活呢 所以你不要说 你以为那些东西